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今天来聊聊跟我一样的菜鸟该鲁壳突破鸿门 当年我玩D2火炬都是剪别人不要的烂数时 从来亦没去打过 所以圣骑也是这次重制版才第一次尝试玩的职业 或许你跟我一样开始打鸿门之前都感到很彷徨 很多文章跟影片都讲得很轻松 或者一堆神装大佬分享如何攻略 但不管怎么说 参考到实践的过程中 还是会遇到疑惑的部分 那今天我就从装备 技能来逐步讲解 希望可以帮助到跟我一样的菜鸟朋友 那影片可能有点长 但看完以后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开始前我们要先理解打鸿门 大部分入门的玩家都是使用圣骑 并且使用盾牌重击为主的玩法 除了打造便宜好上手以外 为的就是该技能的100%命中率 以及超高的攻击速度 可高效触发各项粉碎打击 开放伤口等特性造成毁天灭地的伤害 但是要记得盾牌重击是无法享受装备上的 窃取、致命打击等特性 不过窃取的属性在使用其他技能轻小快的时候 还是很好用的 需要适当堆砌 有初步概念后 我们开始进入各项装备介绍 首先各家攻略有平民到大富的分享 可谓百家争鸣各有优劣 在不考虑其他特殊玩法或者多用途的情况下 我列出几个攻略文中常看到的选择 如果没列出 或者为何出现这项只是以常见的为主 无好坏之分 另外所有装备 请以自己有限能力内可取得的为主 高价的暗金装跟符文组并非必要的 首先是暗金装 巫师之刺可以极大化称高抗性、攻速 但相对缺少其他伤害特性 天堂之光、天生带孔可以插下 具有减目标防御、粉碎跟增加技能等特性 将军的连加 最大的卖点是可以高缓输目标 提高输出安全性 但相对缺少其他伤害特性 裂漏着 CP值高的武器 具有粉碎、开放伤口 跟轻度缓速、目标等特性 暗风之鞭 除了高粉碎以外 还可以触发静态力场 是可以快速消血的近战神兵 艾斯特隆的铁卫 可以增伤盾及 具有高粉碎、缓速、增加技能等特性 也是很好的选择资金 符文组 有悔恨、黑锤、世王者、最后遗愿、死神等等 其中悔恨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以幻化之刃为香材 能提供最快的武器激素 并且高攻速更加伤害 无视目标防御、减目标防御等特性 可谓杀王、碾怪、老乡瘾 还有假装式符文组 用幻化之刃插四个下 就可以达到盾牌重击的极速门槛 是真的没选择的选择 不守武器、纳吉的解密杖或钢铁魔咒等 主要用于赶路传送用 你也可以用传送链取代 商店卖的偷取生命聚器杖 打王前可以先偷放 避免脸黑没触发到装备上的偷取诅咒 这边提供小诀窍 你可以在A2、夺格南这边 来来回回快速刷新购买 战招、加技能跟生命 可以增加容错率 其实没传送只差在一开始打伤亡的路上 要慢慢推进 而偷命杖就是方便你触发装备上的诅咒前 提前偷跑避免猝死 我打的时候是没有战招跟偷命杖的情况 就硬干吧 顶多ESC回家减尸体 综合以上 你会发现针对鸿门我们需要从武器装备上 提取的几个送药属性为 抗性、攻速、粉碎打击、开放伤口 另外还需要投取生命打击恢复 抗性不多提、多多益善 主要是为了减伤跟对付终极大漠 终极大漠会放等级20的信念灵器 直接扣你125的全抗 所以至少你要把抗性撑爆到250 可以投资一点的生物灵器专门来对付它 你也可以用等级21的信念灵器来概括它 但CP值不高就是 再来说明一下攻速 单就盾牌重击这招 伤害来源为 盾牌本身 增伤武器或防具 力量、灵器、技能、诅咒 而无法增伤的属性 元素伤害、致命攻击 对恶魔、不死系增加伤害 窃取生命、法力 加最大小伤害 而武器本身的攻击并不是特别重要 而是技能施放的速度 可以在武器的基本速度、自身装备 跟狂热灵器的加成计算下 最高达到极限6FAM的技能攻击档位 这边提供简单的画面演示 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不同FAM的差异吧 目前D2R中有人发现可以突破到5FAM 但这边不讨论 我这边列出武器跟装备的攻速需求 在各位后续需要配装的时候 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 请尽量以达成6FAM为目标 以表格为基础 你就知道身上还需要补多少攻速 例如我手持天堂之光 是基数为0的武器 所以我等级20的狂热开下去 我还要补54%的攻速 我可以靠武器、装备来达成 这就是为何会有人用幻化之刃插下 或者做符文组的原因 因为5技基数是-30 稍微补下攻速 连狂热不开都可以轻易达到6FAM的门槛 但打王期间可能被放圣兵 所以还是尽可能补点攻速来补一下 如果你想深度精密计算 将技能跟配装做有效利用 可以使用攻速计算机 这样武器选择有概念以后 来讲一下 纯粹打击 在单人难度下 一般怪物可以造成1%的血量削减 红木怪物可以造成1%的血量削减 因为这套玩法就是 藉由极速的遁极 来触发快速消血跟其他特性 尽可能堆高粉碎打击 可以避免关键时候掉链子 尤其打终极弹漠那个星轨 是越快越好 开放伤口 主要是让boss自回属性无效 避免你打的速度没有他回血快 入发后会维持8秒 只要不要脸太黑 应该会一直保持 不用特别堆高 至少身上有一条即可 打击回复 这属性就是俗称的缩短硬直 可以加快你被攻击后再出招的间隔 一般撑到48%或者86%即可 像是传送的时候也很需要 不小心飞到小怪群中 可以避免被观测所暴打致死 接着我们来看看盾牌 使用圣奇专用盾牌 加4颗丸钻 对阳春简单 格里斯瓦德的荣耀 编身自带45号 还可以塞3颗丸钻 也挺不错的 大卡兰姆使者 玩说中的金士盾 高抗 高防 加技能 你甚至还可以升级 也可以打洞加玩转 暴风之盾 35%的超高减伤 也是不错的选择 魂系结界 虽然抗性加不少 但力需太高 可以触发影扇来额外补抗 浮温组 精神 依靠圣奇式专用盾牌 天生可以自带45抗特性 本身还有加技能 HP 打击回复 相对平民 我就是在新手时期 捡到的第一防45抗盾牌 主精神就去赢干了 正堂 暂性更高 但造价不便宜 尤其香彩不好搞 流亡 铜上 造价也偏高 加技能 高防 有防御营气 跟通命诅咒 很优秀 但相对其他地方 要尽量补抗 这边我也列出几个 盾牌香彩的规格 给各位选择 因为是盾丁 请直接选择专用盾牌 大部分是推荐 CP值高的极勇之脸 打洞加白乐 或乌姆或茶姆 带高粉碎跟打击回复 便宜好用 不香吗 也可以选择岁月之冠 称全抗 打击回复 加技能 而且至少带移动 或者其他的守护 称全抗 无法冻结 加打击回复 但这两样 初期就比较难取得 另外还有 刚一面纱 也可以称全抗 但力需实在太高 不是个好选择 基本上都推这两双 哥布林脚趾 好入手的粉碎打击鞋 石肉骑士 有开放伤口 跟粉碎打击 一双两用 大部分推荐带佐古拉之卧 本身有开放伤口 但重点是能触发 偷取生命的诅咒 前面有提到 盾牌重击 本身不吃装备上的窃取 你只能透过 触发诅咒效果 来达成高速回血的手段 如果你不需要 可以换成暗手里 骨弓术跟抗性 或者其他高抗性 粉碎 弓术的手套 格瑞斯华尔德之星 单纯有三动跟加技能 守护天使 有些许全抗跟加技能 但不是很推荐 杜瑞尔之壳 有抗性跟无法冻动 白痴 有开放伤口 这几样其实都差不多 但都不是好选择 我是建议直接用最简单的符文组 烟雾来取代 符文组 烟雾 加全抗 打击回复 简单又实惠 背信 有高攻速跟打击回复 还有冰抗 另外触发影上后 可额外提高60%的全抗 跟15%的减伤 强制 撑全抗 打击回复 粉碎 开放伤口 CP值挺高的一件 刚毅 撑全抗 高生命 高防御 跟被动含冰甲 冰藥自恋 全抗跟技能 还有伤害降低 但相对而言 张力好用一些 谜团 大部分是为了传送 虽然还有一些解伤效果 但不列入最好选择 补充一下 初期衣服配装上 如果遇到抗性的难题 条件还可以的情况下 各位可以先装备背信 或者魂系结界后 触发影山效果后 再换上其他装备 这边也提供衣服香材的整理 请各位尽量选择 高防 高ED 低利虚为主 叶焰 加全抗 手信条 加全抗 雷神之力 打终极弹末可以换上 但 他的伤害 还是很可怕 长串之恶 可以降低伤害 伐盾格的强刃招索 可以降低伤害 跟提供打击回复 算是后期必带了 我个人是带手信条 跟雷神之力 根据状况来换 基本必带一颗压霜 贵的就是无法冰冻的属性 另外一颗以高抗界为主 贴取生命 可有可无 还人之心 可以吸火 用来打终极暗黑 鬼火投射者 可以吸电 用来打终极墨飞 马拉的万花筒 加技能跟全抗 金属网格 加全抗 其他偏向功能性 赤天使之韵 加技能 蓄日中生 可以吸火 用来打终极暗黑 亚特马的圣甲虫 不走偷命的极致速刷玩法 不推荐给入门玩家带 各位要记得 怪物身上同时只能触发一种诅咒效果 所以你没法同时触发 伤害加深跟偷命诅咒 大君之怒 加技能跟攻速 可以撑电抗 都没有的话 就带有全抗的项链就好了 反正目的就是让抗性尽量撑高 技能都只是额外的加分 有什么 加抗 血 打结恢复之类的都放满 就是尽可能把自己塞好塞满 只要留两个空位可以捡火锯就好 傭兵部分 就不要想配装问题了 基本上打终极红门 米三一进去都是秒躺 而且打都瑞尔的时候 他会乱跑拉怪 反而会害死你 顶多打莉莉斯之前 可以帮忙坦一下突然冲出来的小怪 综合以上 再归纳整理一次 装备的选择优先顺序 攻速 请依照武器做搭配 务必达到6F 粉碎打击 尽量50%以上 开放伤口 有就好 主要是防Boss和自回 偷取生命 有就好 装备或带通命障都可以 抗性 建议是撑到250 或者使用圣户补抗 打击恢复 撑到48%或者86%的门槛 以及其他可能我没提到的部分 欢迎各位留言补充 抗性其实也很重要 但在这急速盾级玩法下 顺序稍微后面一点 加上我初级抗性不高的情况下 就去挑战过 通常只有打莫菲的时候 会因为抗性不足而猝死 技能方面 盾牌重击 神圣之盾 反抗 狂热 点满 圣户 热成打击 点一 打莫菲跟轻小怪用 其他过路点 而剩下多的 就随你点了 有人会点进化来对付利利斯 我是觉得没特别必要 点活力可以加跑速位移 但我认为有冲锋打击就够了 人物属性方面 力量点到可以穿装 敏捷 在使用神圣之盾之后 点到格档75%即可 剩下的 就都给体吧 打法很多人分享了 但我这边还是文字 简单叙述一下 出新者可以注意的部分 首先开房后 先按Tap 并使用Print Screen 拍下你的房间名称 你永远不知道 暴雪的垃圾伺服器 会搞出什么存事来 打前山王的部分 遗忘沙漠 超级都瑞尔通常在船点附近 最简单的 打的时候建议可以往左下一点 避免拉到其他小怪 但如果都瑞尔在其他位置 就自求多福了 祖母巢穴 利利斯通常会躲在角落小房间 等你来泡茶 打之前解毒水可以多喝几罐再上 你可以一路清涂进去 或者用传送的 但我建议传送一段路 就可以开始清小怪推进 避免你直接飞到BOSS房间后 被小怪前后夹杀 只能按下ESC 痛苦熔炉 伊竹尔通常躲在最深处 用传送的会比较轻松 因为小怪有点恶心 各种诅咒满天飞 在快到王之前 会有一片比较空旷的地方 或者你在对岸跟他打招呼 有机会他会飞去找你 终极航门的部分 莫飞斯托通常会优先处理 进去后你会在这个位置 不要乱跑 请悄悄的从外侧前往这个位置以后 你就会发现大莫会架风火轮冲向你 这时候你马上冲锋打击跑起来 看你要往左上或者左下都可以 总之跑就对了 又定位后 看你要先用偷命杖 或者用热神打击打出偷命 盾级直接硬干都可以 就是在被小怪烦死前快把他打死 然后如果你快被打死的话 就请被打死吧 不要想逃 会让小怪到处乱生 后面很难收拾 就ESC离开重庆就好 把墨飞后 再来打这个软啪啪的巴尔来抒发一下 到这个位置的屋之处就可以看到他 但不要一次靠太近 避免安慰破坏神那家伙来软销 他会传送到你身边 他只会吸魔以外没特别之处 轻松解决 安慰破坏神会召唤一堆小弟在你旁边喷火 基本上有触发偷命都还好 就是被喷得很烦就是 都打完以后 就清掉小怪 剪火炬回家辨试 其中如果遇到物理免疫的小怪 身上没必然怒火 直发者梦境这类装备的话 就先逃吧 以上就是全流程了 未来等装备有成长 各位可以再挑战其他组合或职业变化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祝福大家都打到2020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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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来个技能板 嘿 哎呀 真的是技能板 什么奇怪的运气 吓死我了 我真的吓到了 我要带来个技能板好不好 真的是技能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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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